最近一名华人的流浪汉登上热搜 他是曾经复旦大学的物理少年班的天才学生 后来本科毕业以后 他到美国又读了研究生与博士生 然后后来又留校继续任博士后深造 结果落到一个流浪街头的下场 现在经过复旦大学的同学会的确认 此人确系复旦的这一名博士生了 实诚了 这个人姓孙 本来按说是一个有大好前途的青年 为啥人到了中老年以后落魄成这个情况 对吧 我看网上很多人众说纷纭 有的说呀 说是他在美国 所以说他才成这样 有的说呀 他因为婚姻失败 有一个女的靠他拿绿卡 然后最后呢 又把他给甩了 然后如何如何 反正这些东西呢 在网上都没有得到证实啊 但是我觉得这次网上 针对这个事的一个关注点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仿佛觉得很不可思议 觉得这个人呢 他其实啊 不该出国 不该出国 现在也很厉害了 对不对 或者说是 你看这个人 他是个博士生啊 他怎么会混到这么一个田地呢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还是说 大家对博士生这个群体不太了解 或者说啊 大家对这个群体有点想当然了 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是这样 就是周围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将相本物种 男儿郎子强 现在虽然说没有考状元这么一说了 但是考名校啊 读博士啊 这个咱们在咱们大量的中国人眼中啊 咱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人生必备的 对不对 谁家要是那有个博士生 那就是文取星下凡啊 虽然说现在社会上啊 这博士生多的比这个能搓一波几出来 但是不管 谁家要是能上一个博士 拿出来还是一个很有面的事 对吧 但实际上 我觉得过于的神化了博士这层身份啊 你说现在上过博士的 没有取得成就的 碌碌无为的 甚至过得很惨的 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 我见过太多太多了啊 美国中国都见过一堆 你像这个哥们啊 我不知道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是不是说啊 因为人家靠他拿绿卡把他给甩了 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啊 大量的博士啊 其实他没有什么自理能力 因为你知道 人能读到博士 那就得是对这个专业非常非常的钻研 很多的人 我说句话 大家别不爱听 尤其咱们中国的学生 除了读书 他什么都不会 这个你们千万不要觉得不可能 尤其是85届的这个毕业生 那时候都是人才啊 那真的是大量的 尤其是少年物理班的 那真就是除了这个读书 什么都不会 你甭管他是学什么的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学物理的 是吧 学计算机的 那真就是他们的这个专业领域 他们就是上帝啊 只要出了专业 连做饭可能都不会 真的 我现实中认识超多这样的人 那美国名校生这样的 我见过多了 在纽约的时候 那很多就是啊 名校的博士 现实中 他连怎么把自己的这个雨刷器 就汽车那个雨刷器怎么换 他都不会啊 连怎么分清楚 盐和卫英 他都不会 那这就是现实情况啊 而且咱说句不好听话啊 什么样的人 就读书读的高了值钱 是吧 搞技术的值钱 那很多朋友说 他不是搞技术 他学物理的 他不是搞技术的 他是搞理论的 知道吧 很多人经常说啊 就是这个学会数理化 走遍天下的物化 我们中国人爱学理科 其实这个话说的不对 中国人不是爱学理科 中国人是爱学工科 知道吗 我们喜欢直接毕业以后 就能找到高薪工作的学科 我们对于钻研下来 搞数学 钻研下来 搞物理 我们不感兴趣 谁告诉你感兴趣啊 包括像生化还财这样的天坑专业 咱是能不选就尽量不选啊 因为咱们去学这些东西 咱们的第一要物 就业啊 咱们不是为了爱好 对不对 咱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传统啊 像他们这种搞理论的吧 就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现实中接触过这些 搞理论的没有 接触过多少 那真的就是那种那儿的 就书呆子 大书呆子 太多了 在美国这样的也多 这些年啊 是中国的年轻一代 长起来以后 相对来说自信了 还能稍微好一点 以前的时候 尤其十几年前 二年前那会儿 真的你在美国这边 见的博士生 就一个戴脸镜 就麻木的不行 就是你跟他说起 这个他本专业内的事情 简直就是眉飞色舞 一旦说到社会上的事情 这 这真的就是有问题 就包括大家 记不记得前一段 北卡那个事 就是有一个 这个叫齐太蕾的 把他导师杀了 也是啊 也是就是跟族里的 这个小仙女 出不来吗 对不对 觉得小仙女 看不起他吗 觉得小仙女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吗 其实你看为什么 就是在美国 中国的读到高学位的 这个学生总出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首先都是名校生 其次都是搞理论的 就是搞理论的这些人嘛 就是我是觉得 就他们思想可能比较轴 因为这种人的可能 在现实生活中 他也除了他这个专业 他也干不了别的 或者说他也没有 其他的任何社交能力 其实包括咱们说 咱们国内咱们看 大家看有些网红的 搞理论的这个教授 网红的搞理论 其实你说 他要搁到现实社会中 有任何的生存能力吗 真不见得有你强 只是说咱们中国人 一旦说到博士博士后 咱就愿意把人高看一眼 尤其是咱们中国对海归 看的特别的重 觉得哇塞 你都是海归 你又是把五届的 你怎么混成这样啊 他怎么不能混成这样啊 对不对 你在一个完全放开的环境下 你这东西就是这样 没有人给你安排工作 所有的东西都得凭自己找啊 感情因素 社会因素 社交因素 都能左右你的人生 对吧 不是说这个人 读了这么高的学位 就一定成功 那如果要是读这么高学位 都能成功 都不会沦落至死的话 咱们什么都不用干了 就一门心思考试 谁考的好 谁死的应备的强 咱最后谁成功吗 对吧 就跟很多朋友说的 是吧 那阿根廷最强 那巴西最强 他怎么能输给 埃塞俄比亚呢 他怎么能输给韩国呢 那别踢了 比赛之前直接发个警 没给梅西 咱还踢啥呀 对不对 因为你就默认他最强 他就不可能输嘛 所以我就说 这种思维是要不得的 而且大家其实现在啊 不是很多 尤其是 你跟这些人了解多以后 就会发觉 他们智商 其实都是不低的 但是智商这个东西 它真的不等于情商 智商高的人 栽在情商低的事上 非常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这个老哥 是怎么沦落至此的 当然我也觉得很同情啊 现在也有这个 复旦在美校友会的朋友 在帮他 但我只能说是 人啊 落到这一步啊 跟自己的性格 其实也有很大的原因 你不能说是 完全就是都赖他自己 对吧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顺啊 或者是 在美国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想嘛 我觉得人反正是 落到这一步啊 跟自己 你要说一点原因没有 我是不相信的 多少都会有自己的因素 在里面 有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性格决定命运吧 可能上帝为你点开了一扇窗 他就不会给你点开另外一扇窗 对吧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 真的是这种文武双全的 又能社交的 学习又好的 又能搞理论的 又家庭又好的 这样的人真的太少了 大量的人就是 要么学习好性格不行 要么性格好学习不行 要么性格学习都好 家庭不行 要么就是这三个都好 其他方面有重大权限 对吧 我觉得大家还是正确的 看待这样的事吧 还是那句话 这种事怎么能上新闻 那还是证明这样的人少 所以才能上新闻 要是十个博士生 有九个都是这样 这也没必要当成新闻了 是吧 所以说很正常一个事吧 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 大家可千万别觉得 我是什么刘美的博士 或者是什么 我考上工了 或者我怎么怎么着了 我的人生就从此一帆风顺了 那不是 那是你的人生刚刚开始 往后怎么样 谁知道呢 一部天堂一部地狱 能不能混出来 全靠你自己的机遇和性格 行吧 这一期就到这儿 以后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